孙春兰要地毯市搜查前线医生怒轰 猪脑子孙春兰要求武汉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的排查所谓四类人员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要求武汉不落一户 不漏一人的排查所谓四类人员 将其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 一线医生认为 当局的最新政策会导致更严重的交叉感染 怒骂哪个猪脑子想出来的 双引号 武汉市官方2月6日召开新型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 孙春兰在会议上已抓好源头防控 强化网格化管理的名义 要求武汉市举全市之力挨家挨户上门测体温 各辖区、行业部门、单位都要出动找出四类人员 并第一时间将四类人员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 所谓四类人员是指武汉肺炎的确诊患者 疑似患者、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随后发布通告 配合当局的最新政策立即开展全民测体温工作 每天逐户逐人全面排查并要求武汉市民积极配合 哪个猪脑子想出来的一名武汉前线医生直接在网络怒骂 并要求马上叫停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量体温的政策 这一政策出台后很快引发争议 而且挨家挨户排查的工作人员本身就是病毒载体 会传播病毒 该医生强调发热不是唯一的感染标志 社区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外环境消毒 并解决因为疫情产生的社会问题 比如不要饿死孩子 该医生指出疾病的筛查是医务人员的活 一名武汉前线医生怒轰地毯式搜查 要求马上停止网络图片 也有大陆媒体引述一位一线医生表示 挨家挨户上门排查体温浪费人力无力 且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该医生表示工作人员上门排查 如果想彻底避免交叉感染 就需要做到每去一家就更换所有防护用品 包括口罩防护服体温计等 该医生也提到仅通过体温监控 无法完全排除感染者 很多体温正常的感染者也具有传染性 在医疗物资严重紧缺的当下 这是不现实的 根据孙春兰的要求 排查出的四类人员将第一时间被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 有消息显示 武汉的隔离点包括被改造成临时隔离点的会议中心和其他建筑物内 很多隔离点是武汉近几日改造处的方舱医院 不过 从网络上曝光的方舱医院内部照片和视频显示 方舱医院内条件很差 与大陆当局的报道存在天壤之别 存在没隔离防护设施 没有医疗设备 甚至连病人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都无法满足的诸多问题 武汉某方舱医院内部图片来源 微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订阅wyn McGott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